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il Pizza Asa 蔡卓言出席活动 为近日有传涉及诈骗 辞 engine无碍的茅山师傅 是其他的沃爷而开康澄清 另外亦为好姊妹阿嬌 力追向左的飞民作出回应 黎明出席慈善活动 贯彻着风,一谈思生活,马上จะ走 其实Leon真的有很多东西忙 比如平时要做一线事,拍电影 还有自己公司的工作等等 还要偶尔去登台 但其实黎明的私生活我们一向不太清楚 你又怎知道他没有火花呢 那又是说实话 Leon的私生活真的越来越神秘 好像这一天问他放假会做什么 他都开始不说了 Leon黎明这一天 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肆身份出席活动 但当记者朋友问到他有些私人问题的时候 他也贯彻了一向的作风,是不作答的 最近黎明真是马不停蹄 去完美国和澳门登台之后 今个月25号将会出发去到云南做探访 完全都没有停过 连做访问都急急脚 走得这么快,难道赶着上机吗 另外,接下来新年 其实今年需不需要在工作中度过 每年新年都不会的,都会放假的 都会放假的 放假的,应该放假的 但可能今年放假时较迟一点 没那么早退自己 那会否有机会出发或者到处去玩 你又说不走的 其实大家都是关心Leon 究竟有没有时间陪陪Galey 在情人节兼农历新年庆祝一下 不过Leon这么赶,可能不多不少 都是想预备一下云南探访之类 出发之前有没有什么准备功夫要做呢 没有,正常因为那边19至20度 正常跟香港差不多温度 不会太冷的,我想也不会有问题的 比如卫生方面,有需要打击 卫生方面自己喝自己的水 有什么事带自己的面包 几天没问题的 我们Unicep应该都完善的 需要戴口罩的地方,我们都会做足 始终来说不是探房 都要保障自己回到香港的时候 不要传染给香港所有人 除了关心自己的同胞之外 Leon也有留意近海地地震灾民 如果有需要,他说自己都会出一分力 很大的灾难,相信没有人想见到 不过Unicep有其他部门 他们会接护海外部 今次我只不过是对中国部 在今年这个计划里面 所以海外部份有其他同事会安排 在外国有很多艺术家 他们都发起帮海地筹款 其实你有欠不欠识 我觉得海外部已经在做了 海外部他们会负责 Unicep海外部也有海外部的艺术家 都会负责这件事 所以我们在不同地方做自己不同的事 当他们有需要 要我们做的时候 我一定要支持 但暂时没有这个通过 我说了 我们会负责的 自己负责的